哈囉國家地理雜誌的杜誌們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聊的是 快樂 你快樂嗎 那你知道又有哪些國家的人民 認為他們是非常快樂、幸福的呢 我們到外面街上去走走 問問大家的想法吧 我認為最快樂的地方就是 我生活的所在地 可能是紐西蘭或澳洲 我覺得快樂應該是跳脫國家的況比較好 應該是出自於自己從小長大的地方 我們這國中的快樂 只要是自己能夠自主的地方 不是很快樂的地方 他們國家本身發展的歷史相對比較重 破除沒有那麼多束縛 為了你完全在於自己的想法 自主了就是快樂 我覺得是你要去觀察 觀察樹木 我們觀察你的朋友 我們觀察我們的當向 去感受 感受世界 然後你們會知道快樂 我自己最快樂就是 我每天在這裡 香雞這麼多 都來這裡 這樣來開工 喝茶啦 喝雞最好 不然你會喝一杯了 沒有達到自己的期許嘛 所以有一點點感到自責 然後感到不歡樂 大眾的普遍社會價值觀不夠 目前還沒有 那不然我比較不知道 那不然我比較不知道 那不然我比較知道 那不然我還沒有 那不然我都會嫌棄了 最近要改善我覺得應該是很多的動大不安 好像沒有辦法 互相包容對方 所以我覺得這塊應該要 要改進 人家面才會比較快樂 我覺得是包容 台灣人普遍缺乏想像 各方面 對任何事情 他發展的可能性 你的想像 有限 包括教育 包括生活的方式 我覺得是這個關鍵 就是所有事情都可以 變化很大 7分 大概10分吧 滿分啊 10分快樂 可能6、7分吧 我想教育 剛剛講 快樂一下子 哈哈哈哈 嘿 剛剛在外面看到這麼多民眾 擁熱熱情的迴響 讀這本子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想的呢 那根據甘露普世界的營運調查 他們為全世界140個國家的人民 做出快樂的衡量 那甘露普的研究者呢 要求受訪者 比自己的生活0到10的評分 那通常超過7分 就是一個非常快樂的好成績哦 那根據這份調查 快樂指數 攀移最高的國家有丹麥 格斯大利加 與新加坡 那這些國家呢 都享有安全的生活 準確的目標 與壓力最小化 快樂最大化的生活 研究發現 像 格斯大利加這個國家 既健康又環保的生活方式 意味著快樂 投資 健康照顧 教育 永續發展 及生物多樣性 協助格斯大利加人 繁榮興盛 民意的自然景觀 也造就了一種壓力極低的生活型態 大麥的生活福利是主事文明的 所以當然也列入了 盖洛普的民意調查裡面 雖然優偶的福利要付出 全球數一數二高的數得稅 但在各種福利的知識 與實踐下 所付出的稅金顯得微不足道 人類學家史瓦茲說 與其說這套系統在確保快樂 不如說在避免人們做出讓自己不快樂的事 而第三種快樂典範是亞洲的新加坡 穩定的經濟讓該國 持續在財務的幸福感上名利前茅 往往我們會認為 新加坡股價很高 工作辛勞 但在該國的系統中 有很明確的成功道路 當然囉 在不同的國家與話下 對於快樂的定義 一定不太一樣 那每個人對如何追求快樂的方式 也不盡相同 那不知道各位讀者是否感到快樂 民居特派員 我們下次見